我是快乐的小男孩 天天在家玩游戏 玩游戏有什么不好 动脑动手又动脚 我要成为快乐的人 天天在家玩游戏 紧绷好又快来看 迷奇又要玩游戏 玩游戏 这款游戏呢 我觉得好像是只要喜欢游戏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是一款上个世纪特别特别经典的款游戏 所有人尽皆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中文感觉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记得那个口诀吗 上下上下 坐着坐着 ABAB 还是上上下下走走就有ABA 有没有忘了吗 当时呢为了 调那个30个人 重启了机的大概几十次 有时候失败的话 OK 开游戏吧 这个经典的音乐也不用再说了 哇 这游戏 大概我记得 刚玩的时候 这游戏还真很久了 不是 大概我七岁的时候 好像 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玩游戏了 那游戏也不错了 有点小卡 哎呀怎么会卡呢 哎呀怎么会卡呢 我也不知道 哎呀 差点 哎呀 这手柄真的很难控制 这个不是记录原因 是这个手柄真的很难控制 就是说我今天拿到那种罐 让我用这维冰挫耳的手柄弯的话 还真的让我们不太适应 这个F是什么来着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以前叫这个枪呢叫做旋转枪 叫螺旋枪 因为它本来就在像东西一样 从螺旋的方向就发展了 好像好酷啊 为什么不直接发挥一个 有时候跟我哥哥一起玩游戏的时候 散弹 散弹那个A出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想抢 谁吃到另外一个都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散弹是原来非常的无奇 因为他打的阻 打的范围实在太多了 像这个操作上前有点困难的话 也可以完全散弹强来攻关了 哎呀 今天就来到第一关了 第一关的话那我就打在心里面 像平时的话你直接冲过去就可以打了 可能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时间问题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一个电机刚的脸 像这样 这个是眼睛 这是嘴 然后嘴巴裂开了 然后劲到嘴巴裂开了 小时候 小时候觉得是这样 现在觉得还是像一个机器人的脸 未来这么有先进的地方 竟然用大哥大呀 然后进入关卡二 关卡二这个横板 感觉一直很快 然后 这是因为多基础 而且他现在是一个手段 是一个人的脸 是一个人的脸 机会 要一个人的脸 假许 像一个人的脸 是一个人的脸 你才能脸 什么人的脸 你才能脸 是一个人的脸 那 是一个人的脸 还是一个人的脸 也是一个人脸 是一个人脸 不是一个人的脸 这是一个人的脸 我再扔过来的话 这要躲开了 现在感觉比以前要简单的多 以前小猪玩这个之后 这边就竟然死掉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 我一直觉得他们那个 那个就是敌人在这个上面 就相当于一个舞台上 他们出来再表演一下 这关的BUFF呢 刚开始给这一种特别打的气质 应该把他压倒 后来发现 只要把他打的话 真的好笨 我觉得这一关他设计特别酷 尤其那个眼睛 感觉就是 画面色彩 感觉特别显然 尤其他眼睛 攻击的时候会闪到一变红的时候 感觉哇 好帅 然后发子弯 不要 特别有请 当时按什么呢 这边是 过完关的时候 这边可以变成驴 就假如双打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按一个很奇怪的组合键 然后一个变成驴 然后另外一个其他上面 就可以跳到第五关 不知道是当时谁说了 但是我们就试了很多次 为了试这个 我们真的打通了十几遍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 后来发现可能是假的 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呢 是没有互联网 我们不知道密奇会是哪里 所以听到别人说的时候 就特别激动 就想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游戏呢 就暂时玩到这里 毕竟是 回忆嘛 像魂斗网的话 在当时红白鸡年代呢 是 人尽皆知的一款 游戏 但现在玩起来呢 感觉会有点 过失 好了 我是米秋格斯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玩游戏 拜拜